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是荷蘭越洋頻道現在報告11月3日新聞 首先是國際消息 美國波士頓11月2日舉行市長選舉 美國媒體報道36歲美籍華裔人士吳美 順利當選成為波士頓200年來首位女市長 亦是第一位有識人種市長 吳美的父母都是台灣的移民 吳美來自美國民主黨 他的得票率達到63.6% 遠高於同黨對手喬治的36.4% 吳美在發表勝選演說時說 已經準備好讓波士頓成為不排值他人 接納每一個人的波士頓 吳美屬於民主黨的進步派 他提倡拉近種族之間的財富差距 主張給民眾免費乘坐大眾交通工具 在環保方面 他說將以2040年實現碳中和為目標 吳美出生在美國的自家國 父母來自台灣 吳美後來入讀哈佛大學 並且移居波士頓 2013年他首次當選波士頓市議員 據台灣中央社的報導 吳美當初因為家庭劇變而意外踏足政壇 他就讀哈佛大學期間 父母離婚 母親患上了思覺失調症 小到當時只有22歲的吳美 已經成為一家之主 他回到家照顧母親 並且取得了11歲妹妹的法定監護權 在經歷這些遭遇之後 吳美開始對官僚體系感到失望 在哈佛法學院就學期間 他遇到了當時在哈佛任教 現任民主黨參議員毓倫 此後他曾經是毓倫競選團隊的一員 在吳美從政之後 毓倫也為他助選 中國在聯合國氣候大會的表現 令到西方失望 繼美國之後德國政府也批評 中國的氣候目標不夠充分 德國環境部國務秘書 弗拉斯巴達在格拉斯國表示 中國的角色令人失望 人們迫切需要通過對話來推動中國 實現更有紅心的氣候保護目標 他強調中國直到2060年才實現碳中和 並且不對甲苑等其他溫室氣體的排放 造出任何承諾 這不應該是世界上最大廢氣排放國的最後話語 德國媒體也對中國提出了批評 德國媒體說 對於中國領導層來說 工業安全顯然比氣候保護更重要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雖然同意在宣言上簽字 但他本人既沒有親自出席會議 亦沒有通過視頻致詞 而是在星期一上傳了一份書面聲明 表示參加會議 而代表中國議會的是 中國生態環境部副部長趙英文 和氣候變化事務特使海鎮華 拜登表示 習近平不參加20個集團 和氣候峰會犯了一個大錯誤 而中國內交部11月2日表示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沒有被在氣候峰會上發表視頻講話的機會 不得不以書面聲明的方式在大會上致詞 據路透社報導 一位英國政府發言人表示 英國希望領導人親自到場參加氣候峰會 因此不可以通過視頻連線的形式參加 他們只能提供錄製好的講話或聲明 此外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 對來自美國的批評回應說 看的是實際行動 口號代替不了心動 看看特朗普 他讓美國退出巴黎協定 才對世界氣候造成傷害 美國最高軍官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米利 11月3日在出席活動時表示 如果被要求美國軍隊絕對有能力 保衛台灣免受中國的攻擊 他指出 即使解放軍正在發展未來能夠強行攻佔台灣的能力 中國在至少未來24個月內 不可能對台動武 不過 由於世界上的不穩定因素增加 米利指出他贊成與中國軍方和政府加強溝通 歐洲議會 一個叫外國干預歐盟民主情 特別委員會的7位議員及多名助理 一行13人 今天抵達台灣訪問3人 是歐洲議會第一次派出官方代表團訪問台灣 這個特別委員會 是歐洲議會所屬一個非常次性質的特別委員會 2020年設立主要宗旨是應對外國干涉歐盟及各成年國的選舉 特別是在新冠疫情蔓延全球期間 俄羅斯及中國針對疫情在歐盟及全球散佈假的信息 委員會將提出可能需要立法的行動 這個代表團希望在訪問台灣期間 能夠深入了解台灣如何在保障言論及媒體自由下 建立對抗外來的滲透及假信息的創新策略及立法的架構 以便在相關的報告中納入台灣的經驗 但是因為交流議題敏感並牽涉到特定的國家 訪問團的所有成員都很低調 大團訪問的主席格魯克斯曼以及委員會 在抵達台灣之前都沒有對外發表任何聲明 格魯克斯曼長期關注新疆的人權議題 今年3月被中國制裁 他曾經參加法國學者聯合投書 呼籲歐洲應重新思考一宗政策 並加強支持受到威脅的民主台灣 近期歐盟和台灣的交往明顯加溫 先有法國參議院正式參訪團 另外有歐洲議會高票通過了 歐盟台灣政治關係與合作的報告 歐洲議會隨即派出官方訪問團訪問台灣 同時台灣方面由國法委主委拱名鑑率領的經貿考察團訪問歐洲 而台灣外交部長吳超氏也剛結束了訪歐行程 以非官方形式與歐洲政治交會面 這裏是荷蘭語頻道 如果你喜歡我的視頻 歡迎點贊、轉發和訂閱 我們繼續看中國消息 中南山解釋零容忍的策略 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南山前日接受中國國際電視台訪問時表示 零容忍或零傳播的政策是不得以為之 因為病毒傳播太迅速、複製指數太高 在有疫苗的情況下 全球染疫死亡率仍有百分之二 是不可以容忍的高死亡率 他又說 零傳播政策的成本的確是比較高 但開放或放任政策的代價更高 他解釋說 一些還有少量傳播的國家決定全部放開 取消防疫 但近這兩個月又出現了大量感染個案 結果又要重新收緊防疫措施 這樣一來一回 帶來成本的代價更大 對於市民對社會的心理影響亦很大 中南山說中國將採取逐步放開的策略 但目前總的政策仍是零容忍 做法是一發現感染個案就控制在小範圍裏 相較於感染後再治療 反而是一種低成本的做法 隨著新西蘭、澳洲、日本、泰國、韓國等地 紛紛放棄清零政策之際 中國的清零政策更是備受曖昧的質疑 不過中國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 就在微博發文反擊說 指西方輿論就是很想將中國拉落水 讓我們放棄動態清零政策 變得好像他們一樣難下去 強調中國的動態清零政策 決不能放棄 看看今天爆出的一個大瓜 中國網球名將彭帥微博發文 指控被大舉40歲的張高麗性侵 彭帥在微博公布被前政治局常委 張高麗性侵以及情人關係 內地封存後全網迅速刪帖 但是足足維持了20多分鐘 基本上網絡和微信群都在轉發 11月2日晚上10時 著名網球運動員彭帥在微博上 發佈他被前政治局常委 前副總理張高麗引誘發生性關係 並被誘導維持情人關係的經歷 他不忍畏自己對張高麗的真心喜歡 亦承認自己是壞女孩 據彭博社報導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 在星期三的禮行發佈會上 被問及彭帥實名指認張高麗問題時表示 並沒有聽說過這件事 這不是外交的問題 而中國體育總局 亦沒有對彭博社全真評論請求作出回應 目前亦沒有辦法聯繫到彭帥或張高麗進行評論 彭帥1986年出生 前國家網球隊員 拿過雙打的世界冠軍 曾被譽為中國網球公主 與李立正傑並稱三朵金花頗有名氣 在微博上的粉絲有五十萬 而張高麗1946年出生 比彭帥 大乘40歲 曾經是中共政治局前常委 中國國務院前副總理 北京東奧會工作領導小組組長 貼紙封傳之後 很多人用網球 彭X 大瓜等代號在訊問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亦被發現發佈了很多P Z的內容 亦被發現了帶有Z字樣的行鏈 Z 就是張高麗姓的第一個字母 彭帥在11月20日的貼紙中 不僅詳細描述了張高麗妻子 守在門外把風的細節 更包含張高麗如何與硬劍士 有道自己服從完成人與人連結的過程 彭帥直言自己一度與張高麗好合得來好搭 甚至還一度佩戴一個心靈的Z字母航鏈 但彭帥亦表示隨著兩人感情的聲溫 張高麗的妻子康傑 變得如與真環轉中的皇后一樣可怕 彭帥爆料微博敘述 三年前張高麗副總理你退休了 找到天津網球中心的劉大夫 再聯繫到我約我打球 在北京的康銘大廈 上午打完球你與妻子康傑 一起帶我去你們的家 然後將我帶到你家的房間 和十幾年前在天津的時候一樣 要與我發生性關係 那個下午我很怕 根本沒有想到會是這樣的 一個人在外面守住 因為誰都不可能相信 老婆會願意這樣做 彭帥稱 原本張高麗說 11月2日下午 去他家兩個人談談 但當彭帥2號中午上司與他聯繫的時候 彭帥說張高麗 推遲這樣說 有事再聯繫 推托了一切 藉口說那天再聯繫 彭帥在貼紙中寫 你總是怕我帶著什麼錄音器 留下證據什麼的 是的 除我之外 我沒有留下證據證明 無錄音 無錄影 只有被扭曲的我的真實經歷 他在文章末裡強調 雖然知道張高麗說 他不怕他公開事實 亦知道自己這樣做 是以倫激石 飛蛾撲火 自取滅亡 但他還是決定說出他和張高麗的事實 在貼紙被微博刪除之後 目前彭帥的微博帳號 只是留下1月8日生日相關的貼紙 以及2020年1月8日之前零星的貼紙 貼紙下方的留言功能 似乎已經被屏蔽 在微博上 輸入彭帥或張高麗等關鍵字眼時 都不會出現和彭帥做的控訴相關內容 根據新浪體育先前的報導 在有一次彭帥獲得冠軍之後的記者會上 彭帥曾經被記者提問 說他比賽時佩戴的大寫21字的項鏈有什麼含義 彭帥當時說這是有含義的 但並沒有透露更多的信息 現在看來 這個21字的項鏈 似乎是和張高麗的感情紀念 因為張明治拼音的首字母就是Z 雖然聖蘇爾在中國體制是常見的事 但受害者往往不敢直接點名 這件事件 涉及像張高麗層級那麼高的前政府官員 所以各界都被嚇倒 目前人們擔心彭帥的狀況 但亦有分析指出 從彭帥微博中看 他已經與張高麗認識十幾年 距離最近一次聯繫亦有三年 但他選擇在這時候 才曝光他與張高麗這段不堪戀情 動機引人猜測 因為再過幾天就是中共十九屆陸總傳會 而張高麗屬於另一派的人馬 2006年5月 已退休的前中共中央總書記 江澤民登泰山 時任山東省委書記張高麗 下令風山兩日 自己緊緊在後面 2007年3月25日 張高麗轉任天津市委書記 同年升任中央政治局委員 成為黨和國家領導人 2012年張高麗升任排名第七的政治局常委 成為中共政國級的領導人 這事件背後隱藏著什麼呢 美國媒體披露 中國男子冰球隊 恐怕會取消參加北京冬季奧運會資格 國際冰球聯合會11月2日公布最終決定 根據國際冰球聯合會官方網站11月2日的消息顯示 國際冰球聯合會主席塔迪夫宣布 國際冰球聯合會理事會 沒有做出不允許中國參加2022年北京冬季奧運會的決定 塔迪夫說 國際冰球聯合會不會取消中國隊參加奧運會的資格 中國隊 作為奧運會東道國的球隊 參加奧運會冰球比賽的地位 已經得到了協會的確認並且維持不變 中共當局對政法系統的整肅持續 香港《明報》11月2日刊文披露 中共廣西自治區黨委常委 兼區政法委書記曾恩 連續缺席多場重要的公開活動 或者受到了已經落馬的中共公安部副部長孫力軍 及前上海公安局長龔道安等案的牽連 而孫力軍和曾恩都曾經在習近平 去年訪問武漢時負責安保協調 曾恩是湖南人年僅55歲並未到退休的年齡 中國哲學家李澤口 在美國科羅拉多州去世 享年91週歲 李澤口 生於1930年是湖南人 1954年 畢業於北京大學的哲學系 在上世紀80年代的美學院中 李澤口被青年人專為精神導師 在知識界極具影響力 李澤口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的研究員 國際多所大學的客座教授 李澤口主要從事中國近代思想史及哲學美學的研究 其代表作有中國近代思想史論 美學論集 美的歷程 批判哲學的批判等等 他在六四事件之後 受到批評移民去了美國 美國 今晚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為止 我們明晚同樣時間再見 拜拜